接下来方程老师要来介绍的第四题 这种题型 这个里面来讲的事情 同学如果遇到 最希望老师能够这样来做 怎么做呢 你看 说某次考试 全班最高分才48分 然后最低分28分 所以老师就用一个函数 fx4x加b来调整分数 让48分就变成90分 28分变成60分 这样多好 你看每一个人都几个 最低分也几个 最高分从48分到90分 这样是不是很棒 所以你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很希望老师这么做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样做 他的结果是怎么样 好 那要怎么做 来 第一个 如果原来成绩是38分 那后来成绩会多少 好 不好意思 好 原来成绩38分 后来会变多少 好 如果 调整之后的 后来的成绩84 那原来的成绩是多少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样的题目 怎么来做 好 第一个 我想这个同学在国中 其实都算过了 所以他一次函数 好 所以你可以设 我们的y就是a x 就是a x 加b 好 那你现在的 这个 48 是原来的x 变到90 就是你的y 所以可以得到90 就会等于a乘上48 就是48a 加上b 就是b4 好 还有一个呢 28变60 这是也是原来的 这是后来的y 所以y是60 原来的x 是28 大概到这里 28乘以a 就是28a 加b 好 那我们把它相减 我们的b就不见了 所以d4-d24 那30就会等于20a 所以a-20分之30 就是2分之3 好 那我们把它带到 随便啦 第24好了 那带到第24的话 这2分之3带进去 这里 2分之3 这约掉是14 14乘以3 是42 所以这里是42 所以60呢 就等于42 加上b 那b当然是移过去18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y 就是f x 那它就是2分之3 x 4 加38 好 看看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要问说 那原来的成绩是38分 调整之后 是多少 就是原来是38 把它带进去 好 所以你就把它带进去 所以 第一个 这个 y呢 就会等于 这个 2分之3 乘上 38 就会等于 约要19 19乘以3 57 加起来是75 好 第二个小题呢 就是说 57 加起来是75 调整之后 是84分 84分 那原来几分 就是y 已经变成84 那等于原来的2分是3 x加18 好 那你把它移过去 这移过去的话 减18的话 应该剩下是66 66 好 所以你把它 这个可以约分 约掉变成22 再乘过去 22乘以2就是44 好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 第一小题 这个 原来38分 后来应该是75分 那如果后来变成84分 原来应该是44分 好 这样你会了吗